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现在录音时间是礼拜三 早上的11点32分 涨40点 今天一开盘一度涨了118点 就在开盘那一剎那 开最高 都开到118点了 加把劲冲出去了对不对 就开高之后继无力 又掉了下来 最多小涨24点 目前预估量2055亿 这个量也还会再下修 因为现在交易时间已经过一半了 目前是11点30分 交易时间正好过一半的时间 目前成交量1274亿 1274亿今天的量恐怕 还是会低于2000亿 昨天1700亿 一年半以来最低的成交量 可见得市场还是观望气氛浓厚 本来就没信心了 加上美国即将要升息 所以很多人就会想 那我等升息确定以后再说好了 所以变得市场观望就更浓 包含昨天外资也只小买了4亿而已 融资才增加1亿而已 如果等到市况 都平静下来 市况都确定之后 那就没有超额利润了 一定是这个样子 好 昨天美国股市的部分 连准会开始第一天的会议 当然一定是两天开完之后 才会发布结果 因为你不可能会开到一半 然后就讲要做什么事情 一定是会开完之后才会宣布 所以预估在今天晚上12点左右 最慢在1点就会发布升息的动作 那这次升两码应该是没问题的 那会让市场担心的是 又一些市调机构在喊 这次升两码六月份再升三码 那反正看空的人 他就会讲一些让市场担心的话 今天晚上升息两码发布 应该是没问题啦 那升息两码之后 会不会形成像三月那样子的 利空出境的走势 也是蛮值得期待的 现在指标也都蛮偏低的 尤其在整个行情在升息前 事先先压低了 所以预期的利空已经都反映在数据上面 那到时候今天晚上见证张了啦 我个人认为涨的机会是比较大 除非还有其他利空的新市政出来 否则今晚上应该是会呈现利空出境 那昨天欧洲股市的部分 像美国纳达克贝的猫体 昨天都会呈现小涨 欧洲的部分昨天涨比较多 德国涨了100点 0.73% 法国涨了0.79% 这次欧洲股市地缘政治 反而表现比美国股市来的更强更稳 好台北股市的部分 我们来看台北股市 今天台北股市开高之后又压回 我跟大家讲过 观察是跳空缺口 一万六千 四百一十九 一万六千四百一十九 这个缺口会不会补 目前是还没补到啦 目前是还没补到 缺口出现五日内不补 那么这个缺口就会变成突破缺口 所以这个礼拜最重要焦点 就是在看这个地方 那今天成交量的部分 百分之二十八 集中在航空股身上 所以今天航空股是最强的 高达二十八趴资金 可惜 股掌难鸣啊 航空股今天气势很强喔 不管是货柜或者是 散装货轮今天表现都很强势 那空运的部分也不错 长龙最高来到一百五十三块钱 现在成交量八万张 已经超过昨天一整天的七万张 阳明最高来到一百三十一块钱 目前成交量五万七千张 也超过昨天的三万五千张 那散装货轮 价格比较低 所以相对的能够吸引到 比较多的投资人 因为低价市场还是比较放心啦 比较喜欢追价 所以今天目前星星涨了4% 荣运涨6% 中行涨停板 中贵涨9.4% 这种中低价股 投资人还是比较敢追的 那高价反而大家会比较考虑 结讯目前也是涨停板 所以航股的部分 有长龙阳明在带头 昨天赫普罗特又续涨 最近国际海岸股很强啊 你看赫普罗特昨天 又继续涨了2.5% 持续飙出去创新高 最近一个月时间就飙了40%了 而且跟去年7月份的比较 我们来看跟去年7月份的比较 过了7月7号的高点之后 一路的喷出 去年7月7号的 在什么地方我们来看 去年7月7号的位置 这里 是相当于长龙阳明的位阶 在这个地方 去年7月7号的位置在这里 去年7月7号的位置在这里 游标的地方 然后过高点一路狂飙 然后反而长龙阳明 离去年7月7号的高点 反而还差那么远 去年7月7号高点 我们是往下掉了40% 你还是过了之后 又涨了一倍出去 所以长龙阳明 今天开始量放大之后 首先要去洗这个套牢区 这个套牢区如果洗得过的话 那么整个行情 才有加速喷出的机会 所以这两天长龙阳明 一定要量要放出来才可以 那量放出来 才能够把套牢区 给完全的消化掉 那整个行情加速喷出去 行情才走得出去 所以这两天长龙阳明 要注意量的部分 钢铁股间普遍小跌单不多 因为最近钢铁股的报价 包含铜铝链都有一些下滑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大陆到处在封锁 那大陆本来人多的地方 需求就大 那你到处封锁之后 不但是供给也减少 同时需求也降低 所以整个市场需求 降低的影响之下 铜铝铁这些金属价格 都慢慢在下滑 那影响到整个行情的攻击 可是以报价 金属价格下滑 对于他们的获利 其实不影响啦 因为金属价格 本来就一直在波动的 那以目前价格 跟去年比较起来 还是差很远嘛 所以四月份的营收 大陈钢估计还是有机会 再创新高 因为大陈钢主要是 以美国市场为主 跟大陆没关系 大陆生产全部供应美国 那美国的营运是正常的 那美国没有像大陆封锁 成这个样子 所以大陈钢 不管是四月营收 或者第一季财报 都是有好成绩的数据 等数据发布出来之后 还是有在攻击的机会 那么看一下电子股的部分 今天电子股虽然占了47% 可是整体交易量不足 所以电子股也是增多米少 选股还是比较重要 现阶段重点就在个股 你要做多有做多的股票 你要做空也可以 多空多股票 怕是怕你 多也不敢做 空也不敢做 那要做什么 做多也不敢做 做空也不敢做 那就不用算了 对不对 不然你就选择一项嘛 你看好你就做多嘛 那你看好你就做空也可以啊 对不对 因为目前财报在发布阶段 多空都有标的嘛 我40党最危险的股票 也提供给你们啦 那40几个股票 有欠的都可以扛 那不然就选择 底部的个股做多嘛 好联发科今天涨了9块钱 相对比较稳 可是成交量2300张 昨天还有8000张 今天量更少 联发科进入主体 那今天联勇跌比较多 跌了11块 因为又有外资 又降他目标价 降联勇目标价 降联发科目标价 外资就是这样啦 到处煽风点火 那政府也不敢取缔 上市台积电的事情 高高举起 又是轻轻放下 不予处分 那你政府都不敢去打老虎了 让他们更猖獗嘛 对不对 那投资人也信他们那一套 如果投资人都不信外资的分析 久而久之 他们知道这招没效 他就不会再作怪了 那你要在意外资一降 你就卖股票 外资一升你就买股票 你要这么乖 外资当然继续作怪下去嘛 财报发布出来都已经那么好了 放宽心啦 放好轻松啦 第一季已经赚了18.3元了 放宽心啦 可以来回做点差价降成本 或者增加报酬率也不错 兼IC设计股里面最强的 MOSFIT 兼MOSFIT整个族群 从大宗捷利尼克森负顶 这个表现都到5%以上 所以MOSFIT 因为MOSFIT族群比较小 那族群比较小 航行飙起来会比较快 而且整体的获利都还不错 北比都在10倍以下 那这里面最重要的当然还是在捷利 捷利跟低价的尼克森 你有兴趣的话这两支股票可以特别留意 MOSFIT的部分你就注意这两支 杰利跟尼克森 台积链目前是小涨2块钱 1,000党最高了也是不高 所以大盘后继无力可惜 早盘涨那么多 然后掉下来量都缩起来了 后继无力 今天要拉台恐怕下半场 还是要看航运股 因为市场大多数的人 还在等待升息后的结果 所以你说下半场 在最近去去赌升息 我看市场投资人可能也没那个胆识 所以下半场的转强 还是需要靠航运股来做拉台 那电子股就要等今天晚上美国升息后 看美国股市的表现 电子股才有机会 因为现实就是现实 没办法 当大多数人都那样的预期的时候 那整个行情就不可为了 高球族群大田昨天发布四月的营收也不错 历史次高7.73亿 跟高点8.1亿相差4千万 那第一季的获利3.5元也不错 可惜量还是不够 量也是要不下跌 可是也跌不下去 没有空间可以跌 那其他像明安 这个都已经喷出去了 明阳这都大涨了 剩下大田还没有动而已 华硕技嘉 今天技嘉又涨3块 连续两天已经开始 开始 两天都是2%2%慢慢再回升 那华硕最近也不错 股价已经又重新占回到600元 360元之上了 北比只有5倍6倍而已很低啊 所以跌不下去啊 所以现阶段的重点在个股 有会涨的股票 有会跌的个股 你高涨的股票你就避开 或者逢高做方空也可以 那你要做多就找底部的 现在疫情越来越严重 可是很特殊的 你看今天防疫概念股全部大跌 疫情越严重防疫概念股跌越重 奇怪啊 所以说涨高的股票热门的话题 不要随着市场去疯狂 很危险的 你看今天泰博发布财报 财报利多啊 第一季赚了6块钱 就开高之后打到快跌停 完全超乎你们的想象 这边管已经涨高了嘛 涨高发布利多就会变成利多出境 跟我讲是不是因为我一样 保龄副也是啊 现在刚差点跌停板 所以会让你百思不解啊 疫情那么严重 怎么防疫概念股变成跌成这个样子 因为已经大涨一波了 因为已经大涨一波了 所以还是要养成埋底部的好习惯 才不会每次听到消息认为好 只有一堆高套住 本来掉下来 欢迎加入我们行列 我们的负转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我们下午见 先分析至个别有价件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险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